M4谢尔曼是一辆坦克对不对 但是经过魔改之后 它也能够切换成别的角色 比方说令人闻风上蓝的火箭炮 你不要一听说火箭炮就想起了苏联的卡丘查 其实最先在部队里面装备火箭炮的是德国 NBW-41是一款将6根158毫米粗的炮管 以六角形捆绑在一起的火箭炮了 甭管它的实际杀伤效果怎么样 但是其独特的尖叫声的确是给盟军制造了不少的恐怖 唯一的遗憾是机动性太差了 而且产生的烟雾过多 很容易被报复回来 于是到了盟军这边 他们就意识到火箭炮这是个好东西 但是咱得让它要能够自己跑起来才行 怎么简单快速的跑起来 把它装在谢尔曼的头顶上不就好了吗 于是第一款谢尔曼魔改版的火箭坦克T-34C绳便单身了 它看起来相当简单粗暴 就是将四排共60具火箭发射管焊死在了谢尔曼的炮塔顶上而已 其余部分全都维持原样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是虽然散播了恐怖 但是却让自身变成了一个明显而且脆弱的目标了 它一来由于头顶60根管子所以显得特别的高大 二来由于这些管子都是焊死上去的 所以其自身的坦克炮反而就用不起来了 丧失了自卫的能力 那有问题就改呗于是T40V字班就诞生了 这次它头顶上的火箭发射管被剪成了20个 但是却更整体口径也变得更大了 而且它是可以方便拆装的 装上去时谢尔曼可以用它的75毫米坦克炮来控制火箭发射管的抚养 而抛弃掉时谢尔曼又恢复成了原来的谢尔曼了 其主炮还是自己的主炮嘛 可以正常的开火的 原本啊这样的坦克是准备在诺曼底登陆日时使用的 以便打掉德军的海滩攻势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赶上 后来也由于种种的原因啊 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摆设而已 有点可惜啊 好那关于谢尔曼魔改火箭炮的故事就完了吗 哪里啊最奇葩的来了 受加拿大人的奇葩英国那改的才叫绝啊 他们将战斗机上面的航空火箭弹踩了下来 撞到了谢尔曼炮塔的两边 并未知起名玉金香 你看是这个样子的 这种长1米4出76毫米 装着27公斤弹头的RP3火箭弹 可谓全能选手 既可以打坦克 舰船潜艇和建筑物 也能够对付步兵和反坦克炮 而实际上呢 玉金香的战果的确是惊人啊 1945年4月1日在推进到荷兰时呢 他成功的断掉了德军部署在此处的一个88炮阵地 并俘虏了被吓洒了的几十名德军 其中还有一位军官 在稍微恢复理智之后呢 他抱怨说 你们这款武器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啊 是不允许使用的 好吧 看起来他的理智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啊 诶 这本书叫做经典二战武器剑伤指南 内容丰富 颜值拉满 价格便宜 除了有我刚才讲的魔改版的谢尔曼呢 还有许许多多值得细评的 美苏英德日的二战经典武器 推荐给你了 美苏英德女士的一次效果 美苏英德日的ель